各位教育經理管理學系104級的畢業生你們好 首先恭喜你們即將要必有 希望你們在未來的日子裡面 都是充滿著希望對自己未來的生涯 有自己的方向 有自己的理想 勇敢去實現 去追求你們的夢想 系理在這4年裡面所提供你們的專案訓練 希望對你們未來有些幫助 也希望有助於你們繼續升學或者是就業 協助你們可以成為21世紀未來的人才 希望你們可以具備一些創新力 頻道力 溝通力 跨越領域的能力 甚至具有一些國際觀 本土的意識 可以實現 在你自己的各個領域當中 有空的時候 歡迎回來再看看系的市長呢 看看系裡面的學歷全面 讓你在會一起4年裡面在教育經理管理學系 和在學校裡面的點點滴滴 祝福你們一把風順 I think I want you more than want I know I mean you 好 教肩系104級4年級的同學大家好 這麼快你們要畢業了 真不敢相信 要不要留下來陪我一下 不過開玩笑的啦 就是老師在大學教育這麼多年 一直覺得學校的老師就很像 我在裡面那個列台上的服務員一樣 看著一屆的人來這邊旅遊完了以後要結束 然後又看著另外一屆的人要當他這裡來旅遊 很高興你們經過4年的大學旅程以後 終於要各自打拼 所以老師在這邊祝福大家 那也希望大家有空的時候 再回來這個地方 看看你玩了4年的地方 或者是學習了4年的地方 有沒有什麼 看看你的成長 回來跟老師們還有同學們報告 那在這邊祝福大家 也希望大家每個人都在自己 各自希望發展的領域裡面 能夠有種發展 祝福 謝謝 各位大師即將要畢業的同學 首先先恭喜各位 那另外呢也祝福各位 接下來要面對人生很重大的職業的選擇 或者要就業或者要升學 老師在這邊呢 都非常的祝福各位 那一方面 各位可能要開始 把自己的本職學能加強好 我相信我們系上的學生 這方面應該是相當不錯的 那另外可能在人際關係的相處 還有帶人處事方面 也要在EQ上面多增加各位的能力 那我相信我們同學們 這方面應該也是相當不錯的 所以總之而言呢 老師在這邊呢 是非常的祝福各位 也非常高興各位能夠很順利的畢業 那我相信同學們應該也上過老師很多課 那不管怎麼樣 希望這些知識不要忘記 那用得到的 趕快把這些知識趕快的加油 我們純熟利用 那用不到的也沒有關係 因為以後也是會有機會用到 那最後就在這邊呢 就是公祝各位同學們 身體健康 那 恨成萬年 把握自己人生最重要的選擇 選擇好 努力 成功的加油 進取 用盡 用心 用意 去追求自己的夢想 好 謝謝各位 謝謝各位同學們的支持 那也希望同學們能夠 有空多賠到系上 給我們這些老師們加油 大家也可以聊天 好 謝謝 謝謝 這邊 還有 這邊 這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恭喜大家大学毕业了 大学毕业就是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一定要做好知识管理 不但要拥有很多的专业知识 还要能够操作知识里头的和谐技术 才能够变成自己带得走的能力 祝福大家 大师的同学非常开心 恭喜你们要毕业了 老师也非常开心 那在你们毕业之前 老师跟你们分享一下 这个一些祝福 那老师那个念书的年代 有一个心理学家 他讲出说 我们青年要有四个大梦 四个大梦 那我觉得那四个大梦 套在现在 二十年后的你 我觉得也蛮适用的 那这四个大梦 是哪四个呢 第一个 就是你要找到人生的价值 人生的价值 就是说你的人生的目标 是在哪里要找出来 那你的人生的价值可能是 要赚大钱 然后要成为一个很有名的科学家 政治家 军事家 或是一个总经理人 那我觉得这个都没有关系 赚大钱 身体健康 或是成为一个社会上 非常有地位的人 我觉得这个都很好 就是你的人生的价值 一定要找出来 就是人生的目标的第一个好 那第二个那个 梦想是什么呢 就是你要找到一个良师益勇 那同学们你们现在都毕业了 那大学四年 或是你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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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都是有你好的老师 那出社会之后 也有你 应该结交的朋友 或是你的长辈 你的上司 其实他们应该都可以成为你的好的 应该说善知识 那如果你找到一个 你觉得可以成为你良师 又当成义友的一个好朋友 或师长 那我觉得呢 这个对你的人生的发展 会非常有帮助 为什么呢 因为你有什么样的问题 有什么样的喜悦 有什么样的成功 有什么样的挫折 都可以跟他分享 他也应该会 好提供他的经验跟你分享 所以人生的 今年的第二个大梦 就是要 找到良师益友 那第三个目标是什么 第三个梦想是什么 就是 要找到好的 适合你的 适合你的 个性的职业 或事业 那我想我们现在 以前是说 三百六十行 那现在应该不止三百六十行 现在行行出状元 你在工程 在商业 或是在教书 学界 或是其他的服务业 我觉得都很好 那只要那个 那个行业职业 你觉得有挑战 或有发展 或有创建 或能够让你自我成长 我觉得这个职业或事业就很好 所以 务必要去找到一个 你适合的职业或行业 这事业是非常非常重要 就是青年人 大梦的第三个 那第四个是什么呢 就是要找到你爱的追寻 那这个爱的追寻 包含非常的有关 比如说 你亲情的亲情的爱 朋友的爱 以后你出社会之后 可能有成家的伴侣的爱 那我觉得人 是一个团体的动物 需要被爱 也需要爱 那我觉得 你如果找到的爱 应该是在你的工作 在你的生涯 在你的人生的旅行当中 都会 应该是说受用无求 会让你的生活更活泼 简单的讲 会让你的电视机 本来是从黑白的 会变成彩色的 那所以 应该是这样讲 在毕业的前夕老师 非常开心 能够有这个机会 跟我们大四的同学 有上过老师的课也没关系 没有上过的没关系 总之老师都是祝福你们 那记得这青年人的四个大梦 生命的价值的追寻 然后良师益勇的追寻 然后事业或职业的追寻 还有爱的追寻 这是一生当中 都是要去追寻的 好 那我就在这边祝福同学们 祝你们蓬成万里 然后身体健康 然后合家平安 然后一帆风顺 好 再见 各位大四的同学大家好 那个很高兴呢 又听到那个同学们要毕业的消息了 就是每年到这个时候 就是底薪老师又老了一岁 那我就在想呢 到底是谁要毕业 我就想办法 原来就是梅嘉欣那一届 那我想说 不是才刚 没多久以前 梅嘉欣那么嫩的样子 才刚进学校 怎么你们就要 你们班就要毕业了呢 那不管怎么样 还是很高兴 就是大家总算已经 把大学四年 过完了 那我有听那个 子群老师说 你们班呢 这一届 就是 很多人考上研究所 那已经恭喜你们了 那不管呢 你们将来是要 进研究所的同学 还是将来要进 业界的同学 还是呢 要去当兵的同学呢 我相信呢 未来这几个月呢 你们几天要面临到的是 你们人生的下一个很重要的阶段 那在下一个阶段的事情当中 一定会遇到一些其他的错误 比如说 当兵的时候 可能会遇到 不好搞的那个 同袍 然后呢 在职场里面呢 可能也会遇到一些 一些工作上 或者是人事相处上 有一些困难 那 金研究所的同学呢 搞不好遇到比我 更机车的老师 那不管怎么样 我相信你们都可以 靠你们自己的能力 你的智慧 去 去好好的去 去面对 去学习 那也相信你们在未来呢 可能也会面临到自己 可能会觉得 感受到自己不足的地方 这都是正常的 我希望你们可以呢 好好的 持续不断的去学习 也相信你们未来一定会 非常棒的 那在这里祝福你们 谢谢 夜快乐 请不吝点赞 你 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